高搜 往篮下掉 好球 李梦这球球能打进 两个队的心态很重要 虽然是现在四川队是输了13分 但是你不能因此你进攻就着急了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是 这边停球了 赶紧给上线 表地位 2加1的机会 看这期今天也18分 现在就是连运球过半场都要给你上对抗 韩旭 错位 空位的三分球机会漂亮把握住了 高搜 就是四川队现在的进攻啊 就是不能急 要像刚才那几个球一样 是要耐心 其实第四节回来进攻端打的还是挺耐心的 对了 这边是一个下顺 一个外弹 韩旭持球打 自投自抢 好球 那唯一的一次得分是宋宁那个罚球 把篮下落 再给上线 这球三分犯规了 那如果现在就是看韩旭的罚球三发全中的话 分差就进一步缩小到三分 太激烈了这个比赛 对 太激烈了 第一发稳稳定重 其实这还是我们说的 今天前三节 内蒙古能信这个防守强度 其实来到第四节体能下滑之后 肯定就是命中率手感会下滑 四川远达美乐这边多一个轮换 其实大家休整的时间分摊一下 就会更多一些 好球啊 现在得分已经来到二十分了 七比七十四 那这样 四川远达美乐持续追分 张如创时间一来到三分五 三十分五十八秒 再给上线 点一下 好球 选择更有把握的往篮下去打 嗯 太稳了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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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处理聪明啊 对 他们把这个球丝给拉 拉出去了 嗯 所以两个内线之间的配合 八一线投一个 哇 关键时刻 王思雨 手太硬 手太硬了 四宇 这两个球要是都发现啊 底分就平了 就追平了 对 落后十五分啊 这四节单节追回来 所以这四川远达美乐 还是我们这阵容啊 深度啊 嗯 嗯 还是有优势 但是内蒙古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完全停滞了 嗯 就是 可能 就像刚才爽姐说的 前三节拼了那么多的防手段的体力 嗯 来到第四节 其实会影响手感 尤其是我们看刚才琼斯 他其实进攻要位啊 就没有那么 像前三节那么主动 嗯 画面也是给到了李源的出场时间 33分23秒 基本上其实这些主力都没怎么歇 这边顶开了空间的终结没有上进 嗯 他们也是想把坎贝奇拉出来 去 李茂 出分 打去 再给上线加赛奇 坎贝奇篮下 机会 二加一 嗯 这边有拿美乐 85比83领先 哇 哇 哇 好球啊 李孟是终于打出他的特点 嗯 这段时间四川也拿美乐起势了 缩短分差再到追平反超 哦 李源也午饭了 嗯 嗯 嗯 先来看李孟的罚球 比赛还剩下一分39秒 只要投不进这个篮板都要被坎贝奇抢到 对 因为坎贝奇更有活力啊 看美奇篮下药位 现在琼斯其实王思宇抢到 好球 其实可以看琼斯有点没体力 对